今天给大家读的是美国著名心理治疗师苏珊·弗沃德的《感情勒索》 这本书精准地剖析感情勒索者的动机和套路 畅销美国20年 带起感情勒索讨论和写作风潮 苏珊·弗沃德梳理感情勒索的来龙去脉 系统呈现关于感情勒索你需要了解的一切 从辨别与诊断到应用与自救 感情勒索已来自家庭和职场的大量案例 介绍简明好用的人际求生方法 教会你应急止损重建信心 打破勒索与屈服的恶性循环 走出人际交际中的迷雾 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拒绝了亲朋好友的求助而感到内疚 这种内疚感是源于内心的自责 还是因为对方说的话而导致你产生这种感觉 如果是后者 那么你很有可能已经受到了情感勒索 对于人际交往而言 情感勒索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过重了 其实不然 绝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曾有过被情感勒索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分辨 但有的时候却难以察觉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 被情感勒索的感觉很糟糕 在这本书当中 我们会通过作者的一些心理治疗案例 来了解情感勒索的来龙去脉 以及如何避开这种有害的情感控制 本书会带你了解 情感勒索者是如何制造迷雾的 受害者的一些特质 你以你为傲的点 可能称为勒索者的武器 情感勒索是一种细微的操纵行为 会影响一些亲密关系的塑造 说到勒索 你可能最先想到的情境是 政府机密泄露或有组织的犯罪 其实在我们的私人生活当中 也可能出现勒索的情况 它可能就潜伏在你的亲密关系的背后 与所有形式的勒索一样 情感勒索的本质也是威胁 勒索者通常伴随着这样的说辞 如果你不为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后果自负 从根本上来说 当一个人知道他的伴侣 非常在意自己 并且愿意做任何事情 来避免结束一段关系 却以分手来威胁对方 以使其满足自己的要求 那么他的伴侣即遭到了情感勒索 我们的一生当中 可能有过数次被情感勒索的经历 我们为什么允许自己成为受害者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 跳进情感勒索的陷阱而不自知 情感勒索发生在亲密关系当中 勒索者清楚地了解你和你的弱点 比如说 你很喜欢自己身上慷慨 有同情心和忠诚的品质 而勒索者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如果你不满足他的要求 他便说你贪婪 冷漠和不可信 纵然情感勒索会给受害者 带来很深的心灵伤害 但是人们还是很难意识到 事情的发生 原因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 我们要承认 你爱的那个人在操纵你 这是一个更难接受的真相 许多人宁愿视而不见 但如果你决定要清理掉 人生中有毒的关系 那请接着听下一章 情感勒索的六大形态 虽然情感勒索不容易被识别 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六大形态 来判断自己是否正在遭受这样的行为 欲望 反抗 压力 威胁 顺从 反复 情感勒索使于欲望受到了反抗 安娜和阿蒂是一对情侣 曾经一同接受了作者的心理治疗 阿蒂想与安娜同居 这是阿蒂的欲望 而安娜 虽然很爱阿蒂 但她尚没有与阿蒂同居的准备 她觉得有独立的空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这是安娜对阿蒂的欲望的反抗 情感勒索的下一阶段的标志 是压力和威胁 以上述事件为例 阿蒂不尊重安娜想要拥有私人空间的需求 开始对其施压 希望她能够改变主意 她会说到 自己多么希望与安娜的情感迈进一步 因为她对安娜非常忠诚 她甚至还会问安娜是否真的爱自己 或者跟自己同样程度的重视这段感情 问题在于 虽然阿蒂想要从安娜那里得到同情 理解和心愿的满足 但是她自己却并没有给安娜同样的东西 相反 她施加的压力上升为一种情感的威胁 因为她声称如果不能同居的话 她可能会选择离开安娜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情感乐所的最后两大形态是最危险的 顺从和反复 一旦阿蒂得偿所愿 安娜屈服于阿蒂的意愿与其同居 阿蒂便利用安娜对伤害或失去自己的恐惧 赢得了安娜的顺从 更糟糕的是 这种顺从会愈演愈烈 当阿蒂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安娜满足自己的需求 她很可能反复使用这一计策 制造出情感乐所的恶性循环 迷雾 恐惧感 责任感 与罪恶感 让我们看不清情感乐所的本质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对情感乐所视而不见 那么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恐惧感 责任感 和罪恶感 这些阻挡我们看清亲密关系 真实状态的情感乐所的迷雾 恐惧是情感乐所的主要因素 情感乐所者处于恐惧而采取行动 并把恐惧作为对付伴侣的武器 倾向于操控行为的人 通常被一种强烈的 由消极的童年精力留下来的恐惧所驱使 这种害怕被抛弃的深度恐惧 会导致他们一旦发现自己 没有真正得到对方的爱 便去对其进行操控 以玛格丽特和玛克的故事为例 他们是一对夫妻 玛格丽特负责赚钱养家 玛克暗自担心妻子 哪天会跟一个比他有金钱 有事业的人走 然后就会提醒妻子 单身时的沮丧感 并警告妻子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没有其他男人会接纳他 玛克对玛格丽特进行情感勒索 目的是让妻子留在他的身边 玛格丽特对此非常的反感 但如果说出来 他又担心 玛克会离开他 责任感与罪恶感 在自然发生时 属于正常的感受 但是 当用在情感勒索时 他们是两个病情的武器 会让人感到失落和无助 当有操控行为倾向的母亲 想利用责任感和罪恶感 让她成年的子女 带她出去度假时 她可能会提到自己 如何花钱 把他们抚养长大 度假是一种 最亲马的感恩和回报的体现 有孝心的孩子 都会这样做等等 当然 如果他的孩子 是那种冷漠的 对他漠不关心的人 也许 说这些话 并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 如果他的孩子 一直都很孝敬 并对他付出 那么这些话 就有些过分了 每种情感 都不尽相同 但当恐惧感 责任感 与罪恶感 被当作 越界的理由 就成了 情感勒索 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 我们还仔细地了解一下 如何评估你的个人关系 请记住 以上这些特征 区分情感勒索 与其他冲突 并非所有关系当中的冲突 都等于情感勒索 那么如何区分呢 主要看你的伴侣 是否真正地想要解决问题 还是纯粹想赢 主动试图解决问题的人 会开诚不公地说出 自己想要什么 同时 考虑伴侣的需求 和感受 他们会努力地 配合寻找矛盾的根源 理解 并承认自己 制造矛盾的那一部分责任 我们以杰克和吉尔的故事为例 他们是一对结婚对年的夫妻 有一天 杰克向吉尔承认自己出轨 吉尔当然感到非常难过和受伤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之后 吉尔要求 吉尔重新对自己忠诚 并且去接受夫妻心理咨询 以便他们的婚姻关系 可以重新回到正轨 吉尔承诺 自己不会利用杰克对他不忠的知识 来获得自己以后想要的东西 尽管这样的情感矛盾 复杂而令人心痛 但如果双方都像吉尔一样 表现出尊重 对彼此坦诚相待 并设定界限 那么这件事 也是一个让他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固的机会 罗恩和罗里 在他们的婚姻当中 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但是罗恩承认了自己的不忠之后 结果却大相径庭 与吉尔不同 每次当罗里想从罗恩那里 得到些什么东西时 不管是他的关注 还是昂贵的礼物 他都会拿罗恩的错误 作为炮火 从而没思考过 罗恩出轨的原因 以及挽救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办法 罗里只要有机会 就会利用罗恩的罪恶感 进行感情勒索 受害者的特质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情感勒索 但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 更加容易成为受害者 主要原因是 这些人身上有几个特质 包括需要获得他人的许可 不会对抗冲突 卑微 以及想要拯救他人的欲望 有这些特征的人 会把勒索者的需求 凌驾于自己的需求之上 以埃利奥特和伊夫的情况为例 埃利奥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而伊夫才刚刚起步 为了省钱 伊夫在两人刚开始确认恋爱关系时 就与埃利奥特同居 后来伊夫表示 自己想参加平面设计课 但埃利奥特完全不赞成 他觉得伊夫在通过 独自参与新事物来抛弃自己 甚至与自己竞争 一天早上 伊夫在上第一次平面设计课时 埃利奥特在言语上攻击了伊夫 要求伊夫解释 为什么他执意要用这样的方式伤害他 伊夫虽然认为上这个课程是正确的事情 但由于他不会处理正面冲突 他开始怀疑也许自己的行为是错的 于是他放弃了这门课 待在家里 我们知道 情感勒索通常不会只发生一次 而是会形成恶性循环 当我们屈服于这种行为时 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自尊和价值 发生折损而感到羞耻 而正由于这种退让 当再次被情感勒索时 我们就愈发难以与其对抗 伊夫就是如此 他气客之后感觉到自我厌恶 对于自己需要让埃利奥特快乐的责任感 感到了困惑和恐惧 而埃利奥特完全知道如何迫使伊夫顺从于自己的意愿 这个例子中我们能明白什么道理呢 虽然情感勒索的受害者不应受到指责 但他们否认事情的存在 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如何保护自己的尊严 抵制情感勒索 以自我为中心 主动观察事态 将情感勒索扼杀在摇篮里 如何不被情感勒索 以下有几点建议 首先 不要对勒索者的挑衅做出反应 勒索者可能会试图制造一种紧张的氛围 让受害者觉得他们必须立即服从 不然会很不好受 不要让自己陷进去 要坚定立场 给自己一些时间 你可以说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案 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 或者 我现在还无法做出决定 我们回头再谈 就算勒索者 不会友好的回应你的回应 也不要让自己激动 只需要重复你的观点 保持冷静就好 要记住 他们着急并不代表 你也要跟着着急 你有自己的优先级 你们之间是平等的 花点时间考虑 如何对一段关系中的冲突进行回应 你就可以打破这种操控 其次要做的就是 让自己抽离出来 这样 你就能够审视你们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发现 从旁观者的角度 还是看不清这件事 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的伴侣想要什么 他是如何要求我的 我不同意的时候 他是什么反应 然后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 看看他们是否出现盲点或误区 那种我要对他的快乐负责 他需要我 他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依靠了 如果这次我同意 他就不会再强迫我了 或者我如果反对他的要求 会很自私 这些情绪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感觉被困 害怕 沮丧 不知所措 生气 或者内疚 想一下 为什么你会有诸如此类的感受 你的情感勒索者 是否对你冷淡 翻白眼 或者对你哭嚎 吼叫 最后 写下你的想法 把对方的反应和你的反应 做一个关联 清楚这些之后 你就可以一劳永逸地 结束掉情感勒索的恶性循环了 设定界限 主动结束情感勒索的恶性循环 听完上面几个章节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情感勒索的受害者 并且想要结束这一局面 你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 清楚自己的界限 当你对比伴侣的反应和自己的反应之后 清晰地意识到 对方操控的行为让你感到苦恼 不要视而不见 而是要进一步思考 明白自己的哪些界限被逾越了 这样 当对方再次产生这样的行为时 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也能够更好的与其沟通自己的底线 对方会清楚地明白 你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点是什么 这个过程中 你与伴侣的沟通方式也很重要 不要攻击和冒犯对方 要理解坦诚和冷静 告诉对方 你不希望他难过 告诉他你理解他的感受 让他知道你尊重他的观点 但是你想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你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他 你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 如果对方执意反对 你也不会感觉天塌了 这类声明会避免让你的冲突升级 同时你还可以坚定自己的立场 最后要记住 改变勒索者的习惯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时间的 改善沟通 设立新的界限 以及认真的思考 会帮助你不再被情感勒索 如果必要的话 你也可以离开这段关系 一切都取决于你和你的伴侣 有多愿意为你们的关系做出改变 这本书告诉我们 不要陷入负面的亲密关系 或为其所困 认清情感勒索的迹象 以及它对你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然后站出来保护自己 设定界限 并对这段关系做出改变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如果你感觉到伴侣过分要求 不要无视这种感觉 倾听自己内心的感受 观察自己的罪恶感和恐惧感 你要了解自己 感觉到无力的时间和原因 才能捍卫自己 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原因时 你就会明白 自己不应再受到这样的对待 好的 今天的书就读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